泰国国际旅站 日前在曼谷失利级往后展览中心登场 台湾馆以赠中艺术团演出天师争窥祈福 作为开幕活动 主打宗教旅游 吸引信仰虔诚的泰国民众来台观光 台湾是对各种宗教的包容 不管台湾朋友他们到台湾 什么样的宗教都会有 非常好的一个寺庙道场 可以让他们去洗涤心灵 我们相信对于泰国市场 我们抱有非常乐观的前景 除了宗教活动 观光局在展场还设有 造型气球教学 怀旧压膏DIY活动 推展台湾在地民族风情 并找来泰国知名的网红来帮忙宣传 我认为台湾是一种文化的文化 很棒的和很美味的 而且食物也很美味的 所以我喜欢台湾 观光局指出 去年泰国民众赴台旅游创下新高 达32万人次 台湾馆抓紧市场 也推广主题游乐园 休闲农场及 Outlet商场等多元旅游 希望借由泰国国际旅站 建立双方互动管道 创造更多合作商机